歡迎各位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英格蘭主帥修夫基在接受採訪時 傾到自己在選擇英格蘭國家隊球員入選的理念 修夫基就說 在現階段選擇各腳和在大賽之前的情況不一樣 因為在外圍賽或者有異賽的時候 你有足夠餘地來到捨棄在前幾場比賽發揮得不理想的隊員 或者在各個位置上進行一些嘗試 至於在大賽上 球員的身體健康更加重要 他們需要擁有在6-7場比賽裏表現出色的能力 在最近的兩屆大賽 我們都能夠打到最後階段 對於球員的身體狀況的要求 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這點是球隊通過自身經歷認識到的 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如果你在每個位置上都有兩個球員可以用 那麼適應性更強的球員就會更有幫助 能夠出任多個位置的球員也是一樣 而對於那些身體狀況相對脆弱的球員 我們就必須仔細考慮 我並不是說大名單裏面的23名球員都要完全健康 但我並不希望好像上兩屆大賽裏面使用26人的名單那樣 在球員選擇上進行賭榜 由修夫基所帶領的英格蘭 在這屆歐洲國家杯外圍賽C組 經過七輪比賽過後 以六勝一和得19分的成績 已經提前鎖定出線決賽周的席位 他們在接下來最後一場的外圍賽賽事 中是週二凌晨作客奔馬其頓 雖然已經提前出線 但是他們在這場球 依然會出盡全力 而有助於他們爭取更高的總支排名 來到在決賽周的分組抽籤上 比開其他強隊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